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真的去深挖所有的资料 我认为这个 一看就不是巧合 那当然有一句话 俗话说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 所以就当做我们这个总统青春故事馆这本书 是因为巧合 所以才会写出来的书 我们都是根据证据找到的资料来说的 并不是凭空去意测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既然追的是一个假论文 既然追的是假论文 我们就不能够跟蔡英文一样 我们必须讲真话 我们不能捏造东西或是凭空意测 然后就来想一件事情 或来讲一件事情 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他没有两样了 好 那我们在追的过程也是觉得非常的压抑说 我们之前对于这个蔡杰森实在是把他看得太低了 以为说他只是开了一个勒马饭店 没什么嘛 草草地皮 台湾这样的人很多 这样的商人很多 可是他能够养出一个女儿 后来变成总统 而且还连选连任 那你就知道说他有不平凡的地方 是祖坟冒清烟吗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所有人都是努力 才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这中间有多少人帮过他呢 这是我们好奇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留住这一段的历史 让更多人能够提供他的经验值 那其实王泰哲博士就是在这几天 我们在因为在彭P的这个直播的节目 在520的时候呢 跟他有过这一个一面之缘 等于是远距了这样的一面之缘 那他之前曾经写文推荐过 我们的蔡英文论文们 那后来我们联系上了 那他就跟我说 哎呀 其实他是万丹人 然后这么多的故事里面讲的很多都是他认识的人 包括其实张三中有一个女婿呢 是他的唐书 那是一位牙医 是他的唐书姓王 大家如果去看张三中的维基百科 就会找到这一个王泰哲博士的这个唐书 那这张相片呢 是我们从台大的这个网路上的资料 找出来的 这张相片很有趣 这个是一个婚礼嘛 对不对 然后新郎新娘 那新娘的左手边 抱着捧花的新娘的左手边呢 有一个人露出一个头来 穿着淡色的西装 那个人就是傅思年 台大校长 然后两个新人中间呢 后面中间站了一个人 只露出一个头 那个人就是张三中 那这个呢 是张三中的最小的女儿 那新郎是谁呢 很有名 陈其露 陈其露后来是国民党的 曾经做到副秘书长 那文件会 陈其露最有名的就是这几个职务 所以张三中非常会嫁女儿 你看 他在这个法界 他有一个大女婿 我们请导播进来 他这个大女婿呢 就是 旅北平通同乡会的头号的第一号的 天字第一号的会员 戴延辉 不但是台籍的第一位大法官 后来还当上了司法院院长 然后他的儿子张峰旭 你看 当到市长 比林昂港跟李登会更早当台北市市长 所以他很会嫁女儿 其实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关系呢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讲 其实我们在找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交汇点 这个交汇点就是Henry Luce 那Henry Luce我们上一集 其实已经介绍过了 他是Time杂志的创办人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会想说对Henry Luce好奇 就是因为蔡英文的 LSE的学习卡上面 有一笔记载是Henry Luce奖学金嘛 那Henry Luce因为是跟蒋宋美琳的关系 这个关系从来没有移动到蒋经国手上 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这本来就是蒋宋美琳的关系 这个人际关系不会移动到蒋经国手上的 再来就是 宋美琳活得比蒋经国还要长 所以蒋经国也没有机会可以去承接这个关系 那Henry Luce其实代表的就是 国际的深层政府的一个缩影冰山的一角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如果去找Henry Luce的基本的资料 像你去看他的维基百科 你就会知道Henry Luce有几个 比较有名的头衔 第一个他当然是TAM杂志的创办人 但你看他的童年 你会发现说Henry Luce 他根本是出生在中国 他出生在山东 宋美琳出生在上海 那这两个人 所以Henry Luce会讲中文 他应该也会写中文 他们两个的父亲都是传教士 而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 出生的日期期相差一个月 Henry Luce他父亲是从 这个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 可是宋美琳呢 刚好相反 他的父亲呢 是从中国到美国的传教士 后来经商赚了钱回到中国 所以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 包括后来包括他要跟这个 蒋介石结婚呢 这个时间 蒋介石结婚的时间已经29岁了 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不寻常的 29岁 而且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YWCA YWCA 那 以他跟Henry Luce的关系 为什么后来会变成是 Henry Luce夫妻是蒋介石夫妻 在美国的民间的友人 最好的朋友 智友 我们可以请导播进来几张 当时Time杂志 怎么样来报导 蒋送美琳夫妻 以及送美琳个人 不止一次出现 这些相片很多 就是Time杂志当时 然后都把它们画得美美的 这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就是代表他们跟他们的关系是好的 你不要以为要登上Time杂志的这个封面 有多么简单 不简单 而且他怎么样去放这张图 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怎么样下标 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这个拍照 包括这个阴影角度 会让你直觉的对这个人的性格 会产生一个认识 那以我们现在来看 宋美琳这张画好了 她们其实还有好几张 事实上是相片 我们就来看这张画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第一个她穿高领的旗袍 对不对 所以马上知道说 这是一个华人的妇女 然后非常的优雅 不但优雅 你看她的耳环戴的是翡翠 有钱 富裕的家庭的 然后眼神非常的慈祥 养尊处优 受过高等教育 她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选项片 在新闻界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通常要很多年的这个编辑 总编 主编 才知道要怎么样下标 以及怎么样选项片 那她跟Henry Lewis 关系这么的好 所以宋美琳跟蒋介石 会不止一次能够登上 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 都是有原因的 那Henry Lewis夫妻 在1941年的时候 还曾经去重庆 然后还接受了 宋美琳兄妹的热情的招待 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破解 开始讲这个洛门门的故事的时候 第一个人物上来的就是吴首公 吴首公是蒋介石派来台湾 在1945年派来台湾接收日产的这个代表 我们说过她是学霸 吴首公是个律师 她不只是她非常忙 她在台湾那几年非常的忙 她不只是中央银行的监察人 她还是当时在台湾银行 发这个旧的新台币 后来变成四万块换一块 她也有责任 她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 然后在1947年 会发生228事件 她也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 接收日产有很多的 乌七八糟的事情 她也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 可是有人去追究过 无所功的责任吗 没有 蔡英文她们发家的第一块地 在现在的中山北路三段 55项 3号这块地 盖了一个叫做林口大饭店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林口大饭店的相片 林口大饭店的相片 门口弄了一个 红模仿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图片 我们也请导播进来 真正的法国红模仿的图片 你为什么要在你的饭店前面 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红模仿的logo啊 就是因为 那是做美军生意的红模仿 这张红模仿的相片 大家注意看 以这个身高比例跟身形 你就可以发现 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全部都是美军 全部都是美军 所以五手工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五手工在1941年的时候 那个前后的时间 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负责啊 国军 国军的接待 这个盟军的重要宾客 他的头衔是军事委员会 占地服务团 他是第二区的主任 就是 除了大西北之外 西南重庆这一区啊 全部都是他负责的 好 所以 他也跟一个人 对接了 除了Henry Luce之外 好 所以Henry Luce奖学金 牵引出宋美玲 跟蔡英文的关系之后呢 其实我们一路追 到最后追到的竟然是 就是蔡英文的 LCE的所谓的指导教授 Michael Elliott 为什么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总统青春故事馆 开始预购 人权离不开真相 寄生政府守不取 12万字精装本 每本作者亲笔签名 并赠送展览入场券 展览预计在6月 会是疫情进行调整 最强的懒人运动 最强的懒人运动是 热肤 暖宫逆铃术 远离妇科病 而且还能瘦身 热肤是一种懒人运动法 以妇科条理来说 主要热肤部位是小腹 目的是加强子宫和骨盆腔的循环 每天有空时 就用养生度为热肤小腹 也就是肚脐以下小多度的地方 总时间至少30分钟 一天热肤的次数不限 越多越好 尤其越进来的时候 可以加强热肤时间到一个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 行房后和怀孕时 不可以热肤小腹 热肤就是姐妹们 平时保养子宫的好方法 不只能温暖子宫 还可以促进循环 提升代谢 强化肌肉收缩的能力 进而维护生殖功能 保持你心健康 加速瘦身 以量取胜的懒人运动法 肌肉有产热的功能 提升肌肉功能 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 A热肤是一种懒人运动法 虽然不等同于运动 但在以量取胜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帮助恢复肌肉健康 进而维持苗条的体态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度为所用的 远红外线筋能布 在室温下就有0.81的放射率 能加速热肤效果 是最佳干肤点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度为 加上中药包一起使用 放射率更可以达到0.84 干肤加一药力 使热力效果更加倍 用完直接收紧收纳小包 外出也很方便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度为 贴身 隐形 穿着出门也不影响搭配 Showgirl常需要穿着轻薄服装 生理期、减重、冷气房 都能如影随形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度为 换季促销只要五折 折扣价一千元 滑色随机仅此一当 行动就赶快行动 欢迎拜访官网商品页订购 客服专线02-8791-9010 服务时间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 把握机会快来订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我们回到现场 Toron的指导教授Elliot 我们当时因为不知道 他到底指导教授是谁 所以没有办法去找 我们其实当时找指导教授的时候 只是觉得说 把他的过去的著作找出来 到底是不是在GATT WTO这个领域 是专家 所以我们也去对照了WTO的圣经 所以这个名人堂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 蔡英文所说的三个指导教授的名字 所以他们其实都不是GATT的真正的专家 至少在WTO的名人堂 那么厚的一本名人录里面 是没有这些人的 Elliot更不用说了 Elliot后来都是在媒体 是在传播 在人权的领域 他有一些建树 然后他在GATT的这个领域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发表 所以你为什么到LSE的时候 会由Elliot来指导 我们当时也觉得抓不到这个源头 等到有人发现 就是说他去世了 我们本来想说找到人嘛 至少可以去跟这些人取得联络啊 是不是可以找到蔡英文的论文 因为博士生嘛 你的论文必须在草稿的阶段 在最后的订稿 都应该要送给自己的指导教授吧 这不在话下吧 可是没有想到我们一查 Michael Elliot 不信啊 在论文们追查之前的 前两年就已经去世了 去世的话我就建议说 可以去找遗孀啊 可以去找师母啊 是不是从书架上面 老师的书架上面 或者是说车库里面 通常你指导过的博士生 你不会把他的论文丢掉的 这个是老师的成就跟骄傲之一嘛 你指导过越多的博士生 有越多的这个论文传释啊 何况这些都是 一个国家的精英中的精英 从第三世界 从亚洲地区 这些国家来的 这些学生 到最后很可能都是未来总统 部长 所以你把他的论文留下来 是合理的吧 对不对 所以想说要找师母 然后一查呢 就查到说 原来Michael Elliot的遗孀 也许不叫做遗孀 但是我们没有去查到那么细 就是 他的太太呢 叫做Emma Oxford Lessname是Oxford 牛津 所以 他Lessname 一个是他没有冠夫姓 一个是他们没有结婚 他们只是同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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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伴侣嘛 这个 在英国有 包括同性婚姻 终身伴侣 其实 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 同居共财的一个选项 所以 Emma Oxford 并没有冠Elliot的夫姓 那 这个在西方社会是比较不寻常的 通常如果结婚的话 就会变成你叫他Mrs.Elliot 那没有 他的Lessname还是Oxford 那我们从Oxford呢 找到Oxford之后呢 你一Google就是 关键字一进去 你就会发现说 跳出来一本书 这本书呢 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 出版的 有一段时间了 那书名叫做 至少我们还活着 至少我们活着 At least we lived 那 这本书里面 他就放了一堆啊 他父亲当时 他父母当时的一些老照片 讲述呢 他父母当时在 中国在二战的时间 在中国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在这个 有一个这个资料 是当时的美联社 有一封这个新闻的电报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美联社这个新闻的电报 这个电报内容说什么呢 这个电报上面有时间 时间是1944年 1944年8月1号 美联社 第一段在讲什么呢 他说啊 有一对新人在重庆结婚了 这对新人呢 都是英国人 Britans 都是英国人 然后呢 这是一件呢 美军的罗曼史 美军的罗曼史 那谁跟谁结婚了呢 有一位是联军司令的助理空降官 叫做Max Oxford 和一位小姐呢 叫做Audrey Watson 这个奥德利小姐呢 是在1943年的时候 从英国飞抵重庆的英国使馆 他们的婚礼 那这个婚礼呢 在第三段的时候 说了 来宾包括 中国海军上将 陈绍宽 陈绍宽 然后呢 还有 一起 跟蒋介石一起去参加开罗会议的 专门做日本情报的专家 杨宣成 杨宣成 因为那个 这个中文名字 事实上是 直接直译成这个英文 所以我们去查了他的头衔 在对照那个译音 就完全一致 确实 杨宣成呢 就是负责 中国当时对于日本的主要的情报工作 那我们导播也找到了这个相片 就是杨宣成的相片 杨宣成呢 个子非常的挺拔 他身高有190公分 好 那所以是非常容易认得出来的 个子非常的高 所以杨宣成呢 跟这个 当时的 就是后来 这个海军上将 陈绍宽呢 就嫌这个蒋介石之命 去参加了 这个Max Oxford的婚礼 那还不止这样喔 其实这一篇这个美联社的报导里面 最引我注意的是第二段 第二段呢 他讲啊 他说Wing Commander Oxford 从哪里来的 从英国的 哪一个城市来的 这个 然后呢 他是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Christmas day iscapped from Hong Kong in 1941 41st 他讲什么呢 他说 他是在香港的Christmas 1941年的耶诞节的那个 香港大屠围的 其中的一位英雄 所以我就回去找这个 香港大屠围是什么事情呢 香港大屠围是这样子的 1941年 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 日本轰炸这个珍珠港 我们一开始讲这个故事馆的时候 就讲了神风特工队 神风特工队跟台湾有关嘛 那我们当时就讲说 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事实上是在1941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12月8号 日本呢 突袭了珍珠港 那日本袭击珍珠港 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战役 因为他太有名了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只记得 这个珍珠港事件 而不记得其他的同一天 其实这个日本从 日军从台湾发动了 对菲律宾的战争 然后也从那时候的深圳 深圳和 就是他已经是在 这个香港的边界啊 就已经囤兵了 所以从深圳也进攻香港 这都是在同一天发动 那后来因为这个 那个台湾上空有大雾 所以对菲律宾的攻击呢 有晚了一天 就是雾散了之后才发动攻击 那对菲律宾的攻击成不成功呢 成功 不过当时束手菲律宾的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麦克阿瑟将军啊 台北还有这个麦帅公路 对不对 纪念麦帅 所以麦克阿瑟将军呢 的这个菲律宾战役啊 变成是他的毕生的耻辱 所以后来太平洋战争 在菲律宾海域的这个太平洋战争 1940年打起来的时候呢 麦克阿瑟坚持就是说 不攻台湾 跳岛 攻菲律宾 然后攻琉球 为什么这么做 他要对菲律宾的战役 他要一血千筹 然后呢 因为还有很多的这一个 包括英军跟美军呢 被俘 还关在菲律宾 其实你如果去马林拉 你去看 其实都还有当时 应该是从西班牙时代 还留下来这一个 这个官邸啊 还可以看到当时 官美军跟盟军的这个水牢 所以这一段 这一段这个历史啊 其实离我们没有太远耶 1941年 并没有太远 上个世纪中的事情 那 打这个香港呢 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为菲律宾 已经有岛 岛屿啊 所以打还打蛮久的 这个麦克拉瑟 还撑了好几个月 至少应该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才完全到 日军才完全攻克了菲律宾 可是香港呢 其实半个月就结束了 所以在12月8号 其实不到不到几天的时间 大概在12月20号的时候呢 英军就决定 英国就决定呢 有一些人一定要马上撤离 这些人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掌握了战情的军事情报 这群人一定要撤离 所以呢 他就把那时候只谨慎的一些 可以帮助他们逃离的一些小的炮艇 就停泊在海边 准备要接驳他们 然后刚好当时中华民国派驻在香港的这个代表呢 是一个将军叫陈测 陈测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他了 那他的副官是谁呢 他的幕僚是徐亨 那陈测跟徐亨呢 机缘巧合就去救了这些英军 然后他们就一起撤退到广州 这个相片我们在网路上找到了 我们来看这个相片 这张相片呢是 中间就是陈测 陈测后来因为这一次的救援呢 他失去了一条腿 他除了手臂受伤之外 他失去了一条腿 那所以后来人称这个独角 独角将军就是陈测 这是1941年的时候 那这张相片是什么时间呢 是在1944年拍的 上面有押日期有没有 他们在重庆啊 就是因为这个Oxford结婚 8月的时候嘛他结婚 所以呢他们去祝贺他的婚礼 然后穿得非常的正式 然后右边这个年轻人呢 长得非常的挺拔 也是一样191公分 这就是徐亨 徐亨你如果去查中华民国的 这个奥委会啊 的委员是谁呢 就是长期就是徐亨 徐亨本身就是一个运动员 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 对不对 那左边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Max Oxford 就是Michael Elliott的岳父 徐亨跟陈测 对于Michael Elliott的岳父呢 有救命之恩 然后他们都是在做情报的 军事情报的 尤其徐亨啊 他后来在1942年呢 在重庆啊 他就接了专门对英军的情报工作 所以他就是这个 这个Max Oxford的对口单位 有没有觉得世界很小 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在今天下期再见 我还没见到 我还没有太过分别人 我还没见到 那边再来 我还没有太过分别人 我还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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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红外亮亮口罩 两感舒适防护持久 美颜 远红外覆盖悄悄变美 无痛医美 口罩式美容仪 全方位贴合修复力 防疫期间悄悄变美 男女可用 每天十小时 天天戴 无痛美容 不伤荷包 婚礼延期也可以是喜剧 两感透气美容口罩 远红外线拉挺你的脸 有更多时间悄悄变美 三层构造 三倍亮丽 A 永一等级莱卡布料 两感布料 舒适透气 B 立体完美包覆 口红不易沾染 不破坏妆容 C 远红外线 长纤维技能布 长纤 远红外线材质 美国进口 全球唯一专利产线制造精能布 成本昂贵 佛心回馈 成本价供应 D 柔软轻肤内衬 无毒材质 D 高级调节带 耳后佩戴不会痛 远红外线长纤维技能布 仿言所鉴定 远红外线功能保证十年不消失 远红外线的美容功效 促进伤口修复 避免疤痕产生 连长医美回诊时间 避免整形上瘾 帮助微冲整形后加速修复 省荷包大PK 男女可用 每天十小时 天天带 三个月就有感 医学美容所需的花费 这样下来合计就要 193,990元 实在是太贵了 2003年 一月出版的实验生物医学期刊中刊载 日本关系医科大学 风川医师的研究结果显示 照射远红外线可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保持皮肤Q弹 对于生成清洁 蛋白美白 促进保养品吸收 预防青春痘 感染发源 都有效果 这么完美的口罩 只要999元 远红外线 让老化细胞代谢 赋予细胞再生能力 活化细胞 提高细胞能量 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人体由60兆个细胞组成 每个细胞若充满活力 身体自然健康 加速水分子运动 死水变成活水 增强水的功能 渗透力 扩散力 溶解力 代谢力 洁净力 乳化力 水占人体约70% 水分子活化后 能促进健康 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血液循环 扩张末梢毛细血管 及末梢淋巴管 增强淋巴循环 增强抵抗能力 软红外亮亮口罩 高贵不贵 值得投资 只要999元 就让你悄悄变美 手机扫描QR Code 直接购买 或于上班时间 拨打客服专线 02-8791-9010 现在就拿起手机 不要犹豫 立刻订购 好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看了这些相片 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我们再看一张 也是在网路上 就可以找得到的相片 确实努力找了一下 但是你大概就是 教你们怎么找 你如果找这个 徐亨承策 为关键字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 把这个相片找出来的 那这相片呢 黑白照片 其实还蛮鲜明的 那正中间的这一位 坐着的 那前面有 这个英军的国旗 这个是承策 他为什么左手呢 吊着绷带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 在逃避日军的这个 这个追击的时候呢 日军用这个扫射嘛 机关枪扫射 那他就被这中弹 他中弹之后呢 就是只好跳水 跳海 然后这个脚啊 在海水里面泡了太久了 而且受伤 等到勉强上岸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已经昏迷不行了 那就是谁呢 他的副官徐亨一路背着他 因为徐亨人高马大嘛 所以一路背着他 救了他 也救了这些英军 把他们导引到哪里呢 把他们导引到广州的惠州 这个在上面都有这个 抵达惠州的时候 他们留影 这个资料记录这样子 然后 所以徐亨在哪里呢 大家可不可以从这个相片里面找得到 我们请导播再标示一下 就是在层侧的脚前面脚前方 如果我们看相片的话是在右侧 那如果是你从层侧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他的左脚前面坐在地上的 交叉的脚的这个帅哥呢 就是徐亨 那这个Max Oxford在哪里呢 在第二排 第一排的人是坐着嘛 在第二排的左边算起来 第三个人戴着军帽的 就是Max Oxford 所以真的没错耶 他们两个真的救了他 而且这个就在史实的资料里面 而且这群人呢 就是当时做二战的时候 对日军的军事寻报的英国人 英国军人 这群人掌握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所以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救援他们 所以救了盟军 那后来呢 陈测 你现在去看陈测跟这个 徐亨的韦基百科 就可以发现说 他们后来都得到了 英国的谎家的这个勋章 爵士勋章 就是非常高的荣誉 因为他们救了非常多的英国人 那这个恩德是一辈子的 那后来徐亨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徐亨跟这个蔡杰真有什么关系呢 还真的可以连得上 所以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有给大家看 就是高玉树 高玉树你不要小看这个新闻报导 这个新闻报导里面真的藏了太多的东西了 里面看到一句话 当时除了海霸王县子是公园预定地之外 在二号公园一定地之上面 全部都被占满了 军方完全不申请建造 就盖房子了 其中一个单位叫做三民主义大同盟 所以他跟这个勒马饭店 海霸王县子跟蔡杰真是邻居 这邻居是谁呢 三民主义大同盟的全民 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好 那这个大同盟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呢 就是徐亨 徐亨其实除了他是这个 他是当然在二战的时候 他见有其功嘛 对不对 对于整个盟军是有贡献的 这点要肯定他 徐亨呢 他在体育的体育界的表现 应该要肯定他 而且徐亨是唯一一个告过国际奥尔会的人 他告了国际奥尔会 告到什么程度呢 告到国际奥尔会会后来有个徐亨条款 就不准徐亨再告国际奥尔会 为什么要告奥尔会呢 就是因为当时台湾我们所有的运动选手 不能参加奥尔会 后来拒绝用中国台北的名义 后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了国际奥尔会 这个东西可能也跟蔡英文后来 为什么用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加入 WTO是有关系的 可是徐亨是万不得已 跟蔡英文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在另外P1集来专门讲徐亨跟蔡英文的问题 好 那徐亨呢 除了因为三民主义大同盟 他是常务委员 好 所以跟蔡杰森是邻居 就背靠背 蔡杰森论马犯件在那里 所以后面呢 除了两个美军军官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他的协防 第七舰队协防嘛 好 所以有东营区跟西营区 所以除了美军困团之外 那边还有这个宪兵司令部 好 然后还有呢 这个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大同盟 所以这个是邻居 那当然认识嘛 你在这边进进出出要去饭店吃饭 去哪里 可能海霸王当时的热马犯件是一个选择 再来可能原山犯件是一个选择 所以包括这个蔡杰森 当时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多的军方生意 其实他往来的人 你看第一波往来的人全部都是军士 都是军方的人 甚至我们知道后来蔡英文呢 他不是是靠着这个 刘铁针大法官 当时在政大 担任法律系的系所的主任 靠他推荐才拿到了政大的教职不是吗 然后 刘铁针还写了一封亲笔信 他说1983年的春夏之间 英文与我多次输信往返 这像很多事情你都觉得说很自然啊 就这样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请问蔡英文为什么要写信给刘铁针 这一定有原因嘛 那最早的线头在哪里 他为什么不是写信给台大 福大 东吴 他为什么是写信给刘铁针 有一个关键 刘铁针的父亲 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将军 所以在法界 人称刘铁针是军系大法官 这么来的 所以所有的从蔡潔森他的发家 跟军方有关 而且是跟军事情报的单位有关 这些人全部在做军事情报的 徐亨就是 然后麦牛君呢 Max Oxford呢 也是麦牛君的太太 也是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 Audrey Audrey Watson 他根本就是彻头彻尾 是在做军情工作的 所以完全都是在军事情报里面 好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国际的深层政府 有一群人呢 其实就是情报组织 情报单位 然后尤其是军工 因为跟军售有关 军工的这个领域 所以深层政府在这个领域呢 绝对是琢磨很深的 因为那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 好 讲到这边大家会觉得说 世界有没有很小 还是这个都是安排好的 大家可以这个留个圆 到底是相信这个是巧合 还是说这个是安排好的 所以从Henry Luce的奖学经啊 我们不只找到了蔡英文跟宋美龄的联系因素 所有人的交叉也在Henry Luce交叉了 有没有发现 1941年所有人都在重庆集合 是不是交叉了 所有人呢 宋美龄 蒋介石 徐亨 Max Ox Oxford 全部都在那里 还有一个人 五手工 通通都在重庆 之后 全部移到台湾来 继续发展 这个统一套故事 永远不要忘了 他们一开始都是在做军情的工作 军事情报的工作 这就是国际深层政府 你管你后来是不是民选总统 管你后来有没有政权轮替 他们永远没有停止在影响自己的国家 乃至于全世界 所以有很多的故事就是说 到底是谁在操控美国政府 那有一个单位 有一个组织就绝对跳不过去 一定要谈到的 就是骷髅党 骷髅党是成立在耶鲁大学 很有名的一个团体秘密的社团 那很有趣 就是这个秘密社团 曾经出过三个美国总统 其中两个还是父子 那这两个父子是三代人 都是骷髅党 谁呢 布希 老布希 老布希 小布希 以及小布希的爷爷 老布希的爸爸 他们都是骷髅党 那骷髅党这个是他的logo 他的号码就是322 这个整个故事 如果大家想要看骷髅党的故事 可以上网去google 唯一百科讲的非常的详细 但我们今天就针对Henry Loose 不是说了吗 他是所有人的交叉嘛 对不对 那交叉在Henry Loose上面的故事 有没有人知道Henry Loose是骷髅党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总统青春故事馆 开始预购 人权离不开真相 寄生政府守不取 12万字精装本 每本作者亲笔签名 并赠送展览入场券 展览预计在6月 会是疫情进行调整 最强的懒人运动是热肤 暖宫逆灵术 远离妇科病 而且还能瘦身 热肤是一种懒人运动法 以妇科条理来说 主要热肤部位是小腹 目的是加强子宫和骨盆腔的循环 每天有空时就用养生度为热肤小腹 也就是肚脐以下小多肚的地方 总时间至少30分钟 一天热肤的次数不限 越多越好 尤其越进来的时候 可以加强热肤时间到一个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 行房后和怀孕时 不可以热肤小腹 热肤就是姐妹们 平时保养子宫的好方法 不只能温暖子宫 还可以促进循环 提升代谢 强化肌肉收缩的能力 进而维护生殖功能 保持你心健康 加速瘦身 以量取胜的懒人运动法 肌肉有产热的功能 提升肌肉功能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 A热肤是一种懒人运动法 虽然不等同于运动 但在以量取胜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帮助恢复肌肉健康 进而维持苗条的体态 Apollo Fiber Insight 所用的运红外线肌能布 在室温下就有0.81的放射率 能加速热肤效果 是最佳干肤点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度为 加上中药包一起使用 放射率更可以达到0.84 干肤加用药力 使热力效果更加倍 用完直接收紧收纳小包 外出也很方便 Apollo Fiber Insight 贴身 隐形 穿着出门也不影响搭配 Showgirl常需要穿着轻薄服装 生理期 减重 冷气房 都能如影随形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度为 换季促销只要5折 折扣价1000元 滑色随机仅此一档 行动就赶快行动 欢迎拜访官网商品页订购 客服专线02-8791-9010 服务时间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6点 把握机会快来订购 好我们回到现场 哈利路斯是骷髅党的成员 那有没有人知道啊 哈利路斯是骷髅党的成员 因为他在中国出生 对不对 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说 他跟宋美龄是同一年 同一年出生嘛 相差了一个月这样子 然后十几岁才到美国去念书 他在他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是上过这个中学的 所以巨性啊 他不但能说而且能写 这也是为什么 他对于中国的文化 他对于中国 非常不能忘情的一个原因嘛 哈利路斯其实还有一个奖学金 他是一个Henry路斯Scholar 他是一个学者奖学金 他每年到现在都一样 你都可以去上网去看 他每年呢 会培养15个 只限于美国的精英 15个美国的精英呢 到亚洲来游学留学 从事研究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要培植呢 美国将来政府的高阶的 甚至是总统 甚至重要的这个核心的骨干呢 了解亚洲 对亚洲要了解 这个是Henry路斯毕生的愿望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骷髅党的成员呢 他不是在中国出生吗 就是因为他15岁之后 回到美国念书 然后后来他加入了耶鲁 他在耶鲁大学的时候 被收进去了这个骷髅党 骷髅党每一年呢 他的成员呢 是维持就是说 不要超过800个人 长时间的维持 大概就是六七百个人左右 好 那过去呢 他只收白人的 这个男性 到了1991年之后呢 他开始收女性 然后也开始收非白人 其他的种族 族裔的人都可以加入骷髅党 那比较有趣的是 骷髅党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呢 一般来说秘密的这种集会结社啊 就是神秘的传说嘛 如果跟你我无关 其实大家也不会怎么样在意 但是这个 这个骷髅党不一样 好 在2004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同时啊 出来竞选的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那我们知道共和党的是小布希嘛 好 那民主党的是另外一个代表 就很巧合哦 这两个人都是骷髅党的成员 而且据报导好 我找到一个是读者文哉的一个哉要 他说最高峰的时期啊 在1980年代 耶鲁大学的这个教授啊 到达巅峰啊 百分之八十 是骷髅党成员 这个有没有有点 怂动 这是找到的资料 如果真的要 在这个地方还要继续 讲下去的话 我自己也要必须要去充实更多 骷髅党跟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关系 要读更多的书 那我今天就是用读者文哉的 这样的一个报导 来带过去 可是Henry Loose是骷髅党的成员 绝对没有错 好 那当时这个2004年的时候 因为美国要竞选总统 其实有一个关键嘛 所有人都要被怎么样 巨细迷移的去问啊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的性取向 你站不站成多胎 到今天为止 都是两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总统是没有什么隐私权可言的 因为我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总统是谁 我才能够决定我这一票要投给谁嘛 好 所以这个是帮助所有人可以做 投票的时候做正确的判断 另外就是这个 他被问到了 两个候选人都同时被问到说 你是骷髅党的成员 然后小布希就回答了 他说对 这个是 但这个是秘密 所以他无可奉告 然后记者就接着追问 就是说如果你不问的话 外面人呢 就会用自己的想像呢 来想这件事情 然后布希就疲疲的 他就说 那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报导 所以他没打算要正面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他当时的对手呢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知道 骷髅党的成员 是被禁止啊 讨论骷髅党的 他们有宣誓 不可以谈骷髅党 所以他们的回答 非常的标准 就是另外一个 这个候选人呢 也同时回答 这个部分呢 无可奉告 我对不起 我什么都不能讲 无可奉告 那骷髅党 他如果只是骷髅党的成员 骷髅党到底要干嘛 其实很简单嘛 他们就是要利用 他们的人际的脉络 然后呢 要控制国家 控制这个世界 他们有他们相信的真理 他们有他们相信的是非 这也是为什么Henry Lewis 还有其实有很多的基金 他们不断的在为国举财 不断的去找学霸 给他奖学金 资助这些穷家的孩子 为什么 这个就是党国培养精英 党国子女 怎么样被培养起来的 同样的招数 就像台湾有这个 中山奖学金啊 这是在国民党的时期嘛 就是要培养属于国民党的精英啊 不然他还有其他的目的吗 Henry Lewis奖学金 或者我们知道 这个库鲁党成员还有哪些人呢 洛克斐洛家族 好 这个 你只要在美国你可以找到的 谈到的传统的东岸白人的大家族 都是库鲁党成员 那你会觉得说 好吧 就算在2004年的时候 布希 好 布希三代家族都是 那又怎么样呢 鲁党现在应该视为了吧 其实没有 他们只是浅得更深了 他们并不是消失不见 就像英国这个罗斯柴德家族啊 大家都知道罗斯柴德家族的故事 300年来控制了国际的金融体系 银行 你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罗斯柴德家族的代表了 甚至里面还有很多是诈骗的 根本是假的 是他们已经不见了吗 还是他们浅诚的更深了 其实不太容易从那个Less name 去判断或是去辨别 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了 过去他们曾经是近亲通婚嘛 为了保持这个血脉以及他们的神秘性 但是现在呢 早就已经扩散出去了 所以如果对于罗斯柴德家族有兴趣的话 也许哪一天我们来谈罗斯柴德家族 但是今天来谈库鲁党跟Henry Luce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原来所有的事情啊没有意外 都有他的脉络 都有他的逻辑 所以Henry Luce是打开我们今天论文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钥匙 所以论文不是查到说论文真假 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了 我们后面的疑问 一个一个疑问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 Henry Luce是没有想到 是一个我们找到答案的一个钥匙 其中的一把钥匙 然后我们发现说 他是哭鲁党的成员 那就更有道理了 这本来就是深层政府的一员嘛 但深层政府不见得说一定就是坏事 他们有他们相信的是非 所以他们要做的 可能是不惜牺牲哪一个小的民族或是种族 然后去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可以想象吧 那哭鲁党跟光明会呢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秘密社团 或者又说是美国有一个极端的社团 叫3K党 他们都有他们秘密结社的 对于这个结社里面的人的一个制约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把它想的太神秘 太伟大 好像神色不可侵犯 非常了不起 其实不是 我们要怎么样破解对这一些秘密社团的畏惧 恐惧不理解 以及可以走出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对于整个世界的控制呢 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他们的方法呢 就像光明会的方法是一样的 如果你让中国人认为说 是有一群外国人来控制他们的话 他们一定会起而反抗 但你如果让他们相信 是他们自己在控制这个社会的话 那他们就会甘心接受 所以包到中国共产党 后面传闻就是共济会 光明会 所以他是一个秘密社团的组织 然后会有约束 会有惩罚 这个情形是一致的 如果他们真的要做好事 那没话说 可是我们知道 历史以来有很多重要的事件 比如说包括很多人怀疑干乃迪被暗杀 九一事件 博安战争 这些都有 这些秘密社团的阴影在里面 因为他们毕竟操控了国际的金融 他们毕竟操控了军火的销售 所以战争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的是非观 可能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不一样的 战争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战争经济学 发动战争很难 停止战争很容易 这也是罗斯塞尔德家族的名言 发动战争很难 因为要形成共识 停止战争很容易 签一个协议就可以停止了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谈到这个Henry Loose 是所有事情的交集 那所以跟蔡英文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从蔡英文 怎么样进入政大 一路 这些秘密社团的成员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们可以 因为这个通行证 不管你能力怎么样 很容易谋职 不管你是金融圈 要去金融圈的重要的职位 你是法律圈 要去法律圈的重要的职位 非常容易谋职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说 Henry Loose 讲学金这件事情 标记在学习卡上面 它就代表着 非常特殊的意义 好我们下一集见 良好的睡眠体质 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为此 Apollo Fiber Inside 不断创新研发 Apollo Fiber Inside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 及温控技术 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经过检验证时 只要在白天加热4小时 就能杀死床垫 及棉被内95%以上的沉满 消除沉满及过敏源 让您熟睡一夜好眠 身体得到最完美的休息 产品更经由TTRI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认证 兼具远红外线养生功效 也是您预寒保暖的必备生活用品 一张有效抗菌除满的好睡垫 让您机智好眠